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1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在今天进行的是本次赛事的四分一决赛 接下来将会进行的是南丹的四分一 中国队的林丹对阵新加坡队的万子良 这是林丹本次比赛第三轮的比赛 在前两场他的对手实力和他的差距都是比较大 而今天的这个对手已经是在国际赛场上打过多年比赛了 也是新加坡队的一个主力 实力会比前两轮的对手要强很多 但是也仅仅是和前两轮的对手相比 他跟林丹应该还不算一个档次的选手 实力的差距还是挺大 现在其实羽毛球项目呢 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尴尬了 就是球星还是偏少 有影响力的球星就更少 我曾经在机场 我去年是哪个比赛结束 就是国家队的比赛结束 在机场的时候 正好我们回北京的航班和国家队是同一个航班 国家队走在前面 然后我听有人在后边聊天 大家都穿着运动服嘛 有乘客在聊天 就是这是哪个运动队 旁边有人说这可能是羽毛球队吧 羽毛球队啊 羽毛球队我就是知道林丹 别人我都不认识 你缺乏明星的话 就缺少了一些观众员 等于现在就耍林丹一人 这对这个项目肯定是没什么好处 一个林丹一个李宗伟 如果他们两个人在赛场上打的话 收视率还是特别高 其实昨天前方张虎达他跟我说 说昨天林丹打单打的时候 还是故意把时间延长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在他上场之前 有个球迷说完他一朵玫瑰花 他说特别开心 我把时间打得可以缠一点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屏幕下方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林丹 在屏幕上方穿着黑白球衣的是 新加坡队的万子良 万子良呢 他在这一次 我看有的新闻媒体 把他的名字翻作黄子良 但这名选手 其实已经是比赛当中出场过 打了很多年的一个选手 在之前的比赛里边 秩序侧上都是万子良 我说这次是 第二次是 造兵的 王者 很严重 太羊 冬天 就是 冬天 冬天 围球放网 围球没有过 其实万子兰今天从开场的比较积极的 对 面对这场比赛 他也清楚自己需要作为一个年轻人员 他是要通过他的速度来冲击林丹 但是比赛开始这段他的失误比较多 从他的场上的球路 抢弓 还有他的状态来看 都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来面对这场和林丹的比赛 从他整个状态来看 他是很想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一下 尽可能能打得更好一些 确实在前面我们正好说到现在羽毛球这个项目 从整个项目来说非常尴尬 就是年轻的优秀运动员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来冲击这些老队员 不能等着 就像当年林丹他们 李宗伟他们去冲击陶飞克和盖德一样 年轻一些的选手 九零后的选手需要冲击那些老将 林丹在这次比赛之前呢 他也是从去年的辽宁全员会之后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他的商业活动 社会活动也非常多 所以像有些 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体谈风人物的颁奖 他也没有功夫来 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确实比较多 比赛也没有参加 训练也 训练的还是有在练的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系统 这是现在已经开始恢复要决定参加巴西奥运会之后 应该是开始要重新回到一个职业运动员 就这样一个状态 就在前不久 应该就网友们大概都知道 因为阿丹用他的名字灌民了一家咖啡店 嗯 然后自己也做做咖啡 这个球拍是赞助商同意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前天在我的公共平台上面 公共微信平台上面看到有人问我 灵丹用的什么球拍 我特地打个电话过去问 我问了几个队友 然后之前用的是00N90 可是现在呢 就是球拍就没有 没有logo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拍摄上面就是个灵丹 对 灵丹的手机 对 这把球拍 大家在转播的时候都会看 说是一把黑色的球拍 这把黑色的球拍到底什么球拍了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问过 这赞助商也得同意啊 对对对 所以这应该是在等着 我觉得还是等着一个代言吧 嗯 这两个头顶突然的点杀直线 所以说落点还是很雕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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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线突击 再来 林丹的防守还是他的看家门 对 扮上球 这里是没有到位 扮上球 最重要的还是万子梁的点 林丹的速度快一步 所以他所有的击球点 尽可能都能在林丹的前面 现在10比8 新加坡选手万子梁的领先两分 首先你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积极的去面对 尽管对手实力和名气都非常大 但是万子梁今天的一上来这个状态 给人感觉就是不一样 和前两轮的选手 当然实力水平也不一样 从这几天直播当中 这场新加坡的选手 还有跟王真明打的新加坡的选手 还是特别积极的 跟王真明对面的防守 也是差一点 最重要最后还是心理上起来一些波动 新加坡羽毛球呢 它主要是过去主要依靠印尼的 二流或者三流选手 在等于是一种国际转会 加盟新加坡队来打一些比赛 现在呢 也有很多中国内地的新年羽毛球 转过去新加坡打球来发展 比如说在前两天转播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浮明天 新加坡羽毛球到现在的状态 他也经过了多年的发展 原来有一批70年左右出生的一批选手 也曾经在最早都到新加坡打过球 好 现在是到了11比10 名单领先一分 整个球上面整个前阶上面 精力要投入的更紧凑一点 再一个就是他 他这手那边给他这手 还是有点不过他 是不是有没有感觉 那现在应该不是起 不是起起还是起手 对 起的话一定要过他 太平的太多了 中国队的南丹的教练是陈玉 来自广西的一位过去战打的名将 陈玉给林丹最主导的事情 还是说阿丹的整个连接和衔接 还是偏慢 这球四线顺意借人类 但是看看裁判主台是不是会改判 11屏 主台改判 这个叫出界其实还是挺明显 林丹自个儿也马上 我们这个也马上给他一镜头 自己也表示 其实是出界 特别明显 嗯 带这个裁判是阿丹的粉丝 好 机会 确实打得很积极 重复的抢往 倒上林丹起高球 他还是抱着一种冲击和对方拼的这个心态 国杀的心态 而且他的战术意图就是我尽可能比你快一步 然后尽可能打你的空档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他的杀球没有针对性的打哪一个 又正好突击 这个球是界外了 也是主材的改判 快着急了 看林丹是14比12 拿手扣对角 批掉 就算漂亮的一开 这个球当中一个小多拍当中 问怎样一直保持了非常快的速度 他听说他在前面两次刹上了 再接下来还是用一个被动的钩对角 创造了机会 半场球批掉 平端在场上还是美球必争啊 其实我觉得今天质量的战术用的特别好 就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来弥补我的一些技术的不足 他光跟您刚打控制的话肯定是打不过 肯定是不能打控制 所以说他因为他有进攻 所以他用他的速度来体现进攻的能力 这种球呢就是他还是对阵林丹的这种心理上和经验不够 就像这种球林丹不是很主动 他肯定不会发力杀的 但他对这个软压这一块还是准备不够 结果挡网没过 他还是一被动起高球之后吧 就特别担心 特别害怕 怕阿丹的杀球 你可以看现在的林丹打比赛 他不像过去的 他的中杀非常少 对他是在有机会的时候才中杀 平时的后场比较到底线的球 都是通过软压或者点杀跟进 这手上的功夫不动就是了 做了一个停顿 然后抽一个对角 然后球出箭 不过这年轻队员来打老队员呢 肯定都是这么打 一开始你第一局 肯定不能有什么保留 有多快的速度 就得用多快的速度 先把第一局拉下 球出界 这球有一个滑板垂直线 这样万子梁还有机会 14比16 他确实第一局 这种丢风还是挺多的 不过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其实在打都不错 就是往往就在桌拍当中 还有有些小球的控制上面 自己失误了 对 没受没有就是那种 非受破性 而且应该就没给他太大压力的那种 有些失误球都是没有拦度的球迷 总体上第一局万子梁的战术 是没什么太多问题的 肯定得这么打 就是自己为了失误丢分太多了 如果再打的再仔细一点的话 像刚才那个后场的这个调直线 如果再减好一些这方面 失误的更好 你可以看出他的水平 他可以超水平发挥的一个运动员 他打得很好的时候 每个球都很雕霜 打得不好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球不应该失误了 他失误了 这球其实也是一个披杀 落点非常近 这球其实也是一个披杀 落点非常近 二十比十五 万子梁的披杀出剑 万子梁的披杀出剑 这排打得比较耐心 这排其实林丹一直在控制他 但是万子梁比较耐心 把球都拉得到位 最后等来了林丹的失误 第一局像 如果是作为新加坡的教练 起码去球 甭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你是看到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东西 接下来可以鼓励自己的队 这说明你有实力 然后你好好练肯定还能打得更好 有的运动员上去打的那球 就让教练觉得 要不你要是想练球练也不想练 要不您退役得了 就是有这个状态 对于教练来说 这句话是不好跟队员说 对 说不出来 心里大概会这样想 双方控网之后 万子梁的回球是半场 林丹这样就胜了第一局 1比0领先 广告之后 我们再继续向大家 广播两个人的第二季比赛 2比0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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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接着来看 2014年中国油盒球大师赛 南丹的四分一决赛 这是穿着蓝色球衣的林丹 对阵新加坡的选手万子良 第一局比赛 新加坡的选手万子良 他的战术还是执行的非常坚决的 只是自己的失误还是偏多 林丹第一局并没有和对方去拼速度 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 对方的失误也很多 使得他在分数上并没有吃亏 因为从两个人实力对比 和经验临场发挥来看 林丹应该是感觉就是自己正常发挥 大概有个七八成的发挥 依靠对方失误就够了 从第一局情况来看是这样 看看第二局万子良 是不是这个状态的发挥还有提升 从第一局来看 林丹的速度始终就是跟着对方在走 他除了一些手上可以抓到机会的球 他打一下变速 取的时候大部分都在控制 三三在通缩 第一han 2、3、1 七六地 三一 四 六 六 三 四 四 一 四 四 手上的功夫还是有一定的 他就是所谓的能力肯定是有 就是这种训练的重复性还不太够 没那么熟练的比赛 没办法 确实他们的训练条件肯定没有我们怎么好 可是我觉得他的耐打性差一点 其余的东西都还是不错的 反击杀追身 林丹在反击漂亮 这时候双方是来回的攻防转换 林丹的连续攻守转换的这种能力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最擅长的一排就是飞身就球丸 对方推理对脚 然后他再登步起来杀的直线 对 而且他这个接杀他挡的那个直线就是给你推 对 他就挡员网就是给你推 而且他故意把铲地就是漏洞拉开很多就给你推对角 实际上他这个能力特别强 但是对手的习惯都觉得这时候你被动 所以我推平一点推快一点 可是你一推平就被他抓 可能别的选手抓不到 但是他能抓 那种时候是典型的他给对手一个陷阱 好 前面 好 这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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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也是林丹在往前想做一个假动作 但是球跳得不到位 没打准 双方的第二局打得比第一局更加精彩 其实对于林丹来说 现在他因为是羽毛球最大的一个明星 几乎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明星在国内 所以他的社会活动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他前不久也参加了我们中央内人才举办的 这个随时球王业余民间争霸赛的这个活动 随时球王获得冠军的选手 也参加了这次长洲的外卡赛 当然这就是一个奖励性质 和羽毛球这个项目专业和业余差的还是比较远 尤其是在中国 但是对于欧洲选手来讲 欧洲的绝大多数选手实际上就是业余球员 都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打比赛都得请假 打比赛都得跟公司请假 除了当时盖德 还有他是个全职 盖德是职业球员 盖德他那时候非常抱怨 他说这个丹麦雨鞋也不作为 除了我能成为职业球员 就是靠打比赛和赞助 他够养活自己 包括他们的男双 都不够养活自己 所以都得自己还得有份工作 其实丹麦有自己的羽毛球品牌 在中国也有 就是他们的中国部的这个公司 但好像没怎么做起来 在中国就是更看不着了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品牌就是李宁 最重要我觉得一个品牌它的成功 还是因为它占助了一些优秀的球员 和优秀的队伍 进行到了一定的推广 所以我们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这球是班主良看到他要调球 抢到往前高点 有意的戳得非常贴老 双方在这一局里面都有一个球 双方互相都有一个球 被灯光所影响 这球很明显 还是林丹的一个一起跳 他心里就有点发虚 对防守没信心 其实以他的实力 就是林丹那种杀球 他肯定接得下 就是心里才害怕 这是一次强攻杀追身 然后上网扑球 这次杀的落点 林丹预判有点没有猜到 林丹准备的反手 林丹 换着 他肯定非常连强 是11比10 到了第二局的界限 所以我在刚刚看到一条新闻说 09年啊 我们从09年开始 四清赛中国篮丹就没有取得过冠军 然后在今年呢 就在明天将会会诗 在那个大师赛上 是吧 四清赛 哦 十清赛 对 从09年开始就丢掉了 加油啊 最后一次四清赛夺冠还是田后威 随后四连却与冠军无缘 所以现在的 我觉得现在随着 我觉得队伍的培养 南丹又慢慢的在培养一些新的 算是未来的一些明星吧 嗯 11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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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球 被球出了底线 12比14 比较比赛林丹跟万子良还是打得很精彩的 当然主要是得看对手的态度 万子良比赛的态度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 我觉得这几天直播里面 他的表现对于碰到前的对手之后 他还是有个冲击的心态 他没放弃 因为在坚持 所以他才能打出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原来这跟他的这个比赛 他属于正处在当打之年 他是新加坡队的一个主力选手 不像年轻选手 可能前两轮林丹碰的那些年轻选手 排名都100开外 估计 这个差得太远 最怕现在有些选手 像小队员吧 他有些打打打觉得不顺 他就有点像半泛气的状态 最怕出现这种新的风格 这林丹拿走的 好点杀直线 上网不然一个对点 大家可以看到林丹的这一排杀球 也不是说全力的一排进攻 他是上一排残杀之后 抓对方的胆元 然后进行了下一排的连贯 其实最重要他的这排残杀 是为了下一排的连贯 而不是真正的意图上 要把对方给打死 所以很多选手 就是大概年轻的一些选手 他会希望在每一拍当中得到效果 其实包括业余选手也是一样 所以说经常会打平球 打得比较着急 比如说高球打得很平 我说业余的选手 其实应该有些弧度 这样可以拉开对方的一些步伐 而且从万子良的这个球路来看 他有很多球可以看出他赛前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对林丹有一定的研究 但前两天的有的比赛就觉得 这些年轻选手难道对林丹就从来不研究吗 之前拉底线高球最后是万子良的 他就是15多 但是当然这个也是水平的问题 对 他跟林丹相比 确实也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选手 但并不妨碍他的战术和态度的正确 好球 抓了一个推球 转开 出归身 三斤 fier 一的 五岁 四小驰 拍摄 四小驰 四大驰 六大驰 应该是地茄 五岩 麻 五大 六大 停单重复的限制对方正手头扣上 判断失误 球还是戒内 这样的话呢 打到了18比13 踢对脚 上网再来开对手 连续利用对脚线拉开对手 找机会 万子梁还是表现的状态非常不错 而且也很顽强 万子梁的头顶 当林丹重复限制它的时候 它可以起跳上 可是当林丹重复限制它正手的时候 它全是过渡 所以说你看林丹 当你露出这个毛病之后 你没有给林丹压力 它就反复的限制 就变成了里格漏洞 所以你看它所有的正手位都在过渡 起码一个球五六拍 又是过渡 就是它不是一个进攻 就是它没有一拍进攻 正手没有突击的 对对对 这个好多我觉得很多进攻好团手 好像一开始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业余打也有 有的业余爱好者也一样 就是它头顶其实很有危险 正手它倒没什么危险 可是你一定要在比赛当中 不能让对方看出来 你只会过渡 你起码要杀一拍下去 也不能让对方觉得 你好像不会杀 怎么也得抓一个 对对对 一定要强迫的自己去抓一拍 20比14林丹的场点 那要是我杀这一拍15 至少下过下过对手 你要记得告诉对手 我这边还是可以杀球的 你还是得有这个压力给整个 漂亮 漂亮 像是廣开 再扑 像是林丹呢 是21比15 第二局 像是林丹在今天的这场 四分一决赛里面是2比0 战胜了新加坡队的万子良 应该说这场球 林丹也都用了六七成立 但是万子良在比赛当中 所表现出的这种 积极的比赛状态 也不是我们是需要 但是你毛球赛场 需要林丹李中伟这样的明星 也需要像万子良 这样年轻的球员的 这种比赛态度 好了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到比赛现场